结婚十年,她只懂生孩子,伸手要钱时,却被丈夫一耳光打成了传奇才女,成为了整个上海女人们的情感咨询师。 在《民国女作家》中,张爱玲释出了名的高冷孤傲,她一向不屑与其他女作家相提并论。 唯独苏卿,在她的眼中有那么几分特殊,甚至张爱玲还在公开场合表示, 把我和冰心白微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星相提并论,我才心甘情愿。 苏星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自视甚高的张爱玲都发自内心的认可呢? 这还要从苏星的自传题小说《结婚十年》说起,这本小说创造了当时上海出版界的传奇。 她的名气也一度超越了张爱玲,成为了整个上海女人们的情感咨询师, 但《结婚十年》里的内容却涉及到出轨、家暴、带三个孩子离婚。 这些都是她那段不幸婚姻的真实写照。 一、1914年,苏星出生于浙江宁波银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冯普在她出生那年。 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直到五年后才学成归国,所以苏星五岁前一直跟随着外婆生活。 父亲回国后,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工作,这才把五岁的女儿苏星接到了身边。 父亲对她的教育十分重视,也特别严厉,在年幼的苏星眼中,父亲永远都是脸色阴沉, 他开始怀念以前在外婆身边自由自在的日子。 苏星的父母是包办婚姻,两人因为缺乏共同语言,婚后的生活也并不和谐, 尤其父亲所在的银行倒闭后,他因为各方面的债务和压力, 每日借酒消愁,还经常大发脾气,最终得了重病,医治无效去世了。 原本是家中顶梁柱的父亲,就这样撒手人寰了,母亲独自挑起养儿育女的重担, 但即便生活在艰难,母亲也坚持供苏星读书。 二,苏星的笔触细腻,文字清理,活泼真帅,平时自然, 把十年来错综复杂的家庭琐事,用最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不仅仅是他文学语言上的造纸, 还包括了他平时细致观察和逻辑思维过程。 我非常欣赏他开场亡婚的一张描写, 把将这一代上世纪初旧时结婚场景描写得栩栩如生, 入目三分,让人感到就像亲临现场一般, 少女在初恋前常常有自己的偶像, 把初恋的对象比作偶像。 她的偶像竟然是三国中的赵云, 粉面朱唇,白断盔甲,背上插着许多绣花三角旗。 她写道, 从此我便爱上了赵云, 白天黑夜都做着梦, 她甚至把三国中描写赵云的部分都能背出来, 可见她下功夫之身, 真实反映了一个诚实无瑕的少女对生活的向往, 对爱情的憧憬, 对美好人生的渴求。 苏青在念中学的时候, 已经出落的婷婷玉丽, 初中毕业时, 学校排演话剧《孔雀东南飞》, 让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李清后。 没多久, 李清后的家人就上门提亲了, 苏青母亲对这桩亲事十分满意, 毕竟对方家境殷实, 女儿嫁过去起码可以过上好日子, 对方还会给她一笔可观的彩礼, 不但可以减轻生活的压力, 儿子的学费也有了着落, 但母亲提出了让女儿先完成学业再结婚的要求, 李嘉仁也爽快地答应了, 还愿意全权负责苏青的学费和开销, 两人的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后来苏青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的外文系, 这也是民国时期的第一学府, 她凭借着自己出众的才华和美貌, 在大学里获得了宁波皇后的美誉, 追求她的人也越来越多。 当时李清后正在另一所学校读书, 未婚妻宁波皇后的名号也传到了她的耳中, 她担心未婚妻被别人抢走, 就催促着苏青抓紧跟自己完婚。 3.在婆嫁的几番催促下, 苏青和李清后终于走入了结婚的殿堂, 刚结婚的苏青也算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又甜蜜的时光。 没多久她就怀孕了, 公婆对她十分照顾, 一心盼着她能生个儿子, 为李家传宗接代。 苏青因为怀孕, 只能被迫中断学业, 没多久她又发现丈夫竟然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她内心十分愤怒, 但想到娘家的情况, 再看看自己现在还大着肚子, 哪有底气跟人家撕破脸, 只能强压着愤怒和委屈, 安慰自己等孩子生下来, 丈夫就会回心转意了。 可惜事与愿违, 苏青这一胎生下了一个女儿, 她在家中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 丈夫不但没有回心转意, 反倒变本加厉起来。 平日里对她呵护有家的公婆, 也脸色难看, 甚至不愿意抱着个刚出生的孙女。 苏青的母亲知道女儿受了委屈, 哪怕家里再不富裕, 也求着二姑妈帮忙一起做了上百件衣服。 当作外孙女的满月礼送到了婆家, 但婆家却觉得生个女儿有什么好庆祝的, 甚至连满月酒都没有办。 苏青知道母亲的良苦用心, 安慰母亲自己在这个家里过得不错, 自己会安心做个好母亲, 好儿媳的。 所以苏青生完孩子后, 也没有继续学业, 而是在家里相夫教子, 侍奉公婆。 可悲的是, 苏青一连生了四个女儿, 在婆家的地位, 也是一日不如一日, 受尽嘲讽与刁难, 直到1942年, 她才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 苏青本以为生了儿子后, 自己的地位能提高了, 丈夫也能重视自己了, 却没想到李清后还是那个每天只知道花天酒地的公子哥, 根本没有能力养家。 有集号面子, 每次苏青伸手问她要钱时, 她从未给过她好脸色。 有一次, 苏青跟她说家里没钱买米了, 李清后一耳光扇了过去, 跟她说, 你讨钱态度还这么差, 给你还不如给五女呢? 四。 这一耳光彻底打醒了苏青, 她终于看清了自己这十年婚, 过得低声下气, 委屈求全, 即便生了个儿子, 也没有赢得丈夫和公婆的一点尊重。 自己与其每日低声下气的依赖男人, 还不如依靠自己, 于是她依然与丈夫离了婚, 还带走了三个孩子。 为了能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 她只能拼命写作, 过上了卖文为生的日子, 她还将自己的这段婚姻, 写进了小说《结婚十年》里, 刚一出版就引起了文堂轰动。 发行了36版, 创造了当时上海出版界的奇迹, 苏青的名气甚至一度超越了张爱玲, 上海滩的女人们也都把她当成了情感咨询师。 是金子总会赏光的, 离婚之后, 她没有消沉。 两年之后, 她创办天地杂志, 后又创办小天地杂志, 以及四海出版社, 她打开了局面, 在上海文艺界占有一席之地。 作家王安逸曾说, 倘若能看清苏青, 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 我说, 尚能读懂苏青的结婚十年, 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生活。 苏青写作本身就是为了谋生, 她牢牢地掌握着读者的想法, 在选财, 主题上都迎合着大众的需求, 让她收获了名誉与财富。 大众也特别喜欢看她笔下那骨子市井烟火器, 她也始终保持着这种风格。 张爱玲还用眼高手低来形容苏青的作品, 认为她的作品完全贴近大众的心。 甚至就像从他们心里长出来的一样, 张爱玲是腐蚀众生, 超脱世俗的, 而苏青则是深陷世俗的众生之一。 可惜苏青的人生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 因为陈公伯的出现, 他的名声从此一败涂地, 因为陈公伯是当时出名的大汉奸, 而苏青也是一个公众人物。 当时他和陈公伯来往过密, 又在文章中大谈性话题, 结果被冠上了文记的称号, 不但名誉扫地, 连事业也彻底崩塌了。 书中有一段文字, 我需要一个年轻的, 漂亮的, 多情的男人, 夜里围着我病头睡在床上, 不必多谈, 彼此都能心心相印。 灵魂与灵魂, 肉体与肉体, 永远融合, 拥抱在一起, 由于这一段文字, 引起当时诸多非议, 甚至有人攻击他为文记。 我认为这样的评论对他并不公道, 他在自身失败的婚姻中, 探索和寻求精神和肉体的需求罢了, 在读者面前毫无禁忌地剖白出来。 他在写作上的诚实, 直率, 原本就是他的写作风格, 和文记风马牛毫不相及。 这部作品不仅仅写妇女的生活, 也以大量篇幅书写男主角。 崇贤, 为了维持这个小家, 在社会上努力过, 拼搏过, 厮杀过。 他当过中学教师, 洋行大写, 洋行法律部主任, 在经理的帮助下做过生意, 律师顾问, 律师, 短暂成功, 让他趾高气扬。 最后因为他并不为人伸张正义, 保障人权, 结果律师事业已失败告终, 失业之后, 他的避病毕露无疑, 自私, 贪婪, 卢弱, 虚荣, 灰心, 潦倒, 酗酒, 心胸狭窄, 对家庭没有责任感, 大男子主义, 甘愿堕落, 寻荒问柳, 最后又搭上了余白的太太胡丽英, 还屡屡动手打太太, 其实, 小说描写的不仅仅是苏怀清和徐崇贤婚姻生活, 而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写照, 暴露, 请看鲁迅笔下《伤势》中的《绢生》和《子君》, 钱中书笔下《围城》中的方宏健和孙柔佳, 他们的结局是何等相似, 各自婚姻解体, 子君自尽, 孙柔佳出走, 苏怀清离婚, 虽然, 男女主角有着各个不同的性格, 总就殊途同归, 三位巨匠同样写出了上世纪30到40年代的社会现象, 面对鲁鱼崩溃的社会, 年轻知识分子的走投无路, 穷途末日, 致使婚姻频频频解体, 女主角苏怀清, 有着双重的性格, 她出生于旧社会书香门第之家封建义士, 封建礼教对她是有所束缚, 在她的思想中三从四德, 三纲五常来自于她的妈妈, 以及和她亲近的王妈影响, 因为怀清连连生女, 生活而渐渐变了胃, 受到了婆家冷落, 各种滋味自是苦涩不堪, 她忍着, 她的丈夫何表嫂, 瑞仙, 勾勾搭搭搭, 在她生病时, 丈夫居然何瑞仙唱起风流广, 她忍着, 后来, 因为经济上的拮据, 崇贤居然动手打她, 她还是忍着, 这种忍耐完全来自于 嫁及随机的封建道德的束缚, 虽然在上大学那段日子里, 遇到了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殷齐民, 她对应齐民是真爱的, 但始终跳不出一女不失二夫, 封建礼教的束缚, 而最后只能忍痛分手, 直到十年之后, 在文章的结局中, 告诉那位和她要好的女医生, 她还是怀念殷齐民的, 然而, 她又是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 她接受过西方新思想, 她开化, 她上进过, 她朝气蓬勃过, 因此, 在感到生活压抑时, 她想奋起, 包括她写文章投稿, 和最后的决断, 离婚, 苏怀青是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里, 既想冲破世俗, 又有所保留, 这正是苏青自己最最真实的写照, 欣喜的是, 最后走出了坚强的一步, 告别生活在重弦她的丈夫阴影下, 重新走向一个全新的自我, 五, 后来苏青去了乐剧团担任编剧, 尽管他编写的《宝玉》与《黛玉》连演了三百多场, 创下了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 但演员获奖, 音乐获奖, 只有剧本因为她的坏名声而没机会获奖, 在特殊时期, 她又被剧团辞退, 还被下放到牛棚进行改造, 在那段日子, 她的身体越来越差, 还患上了肺病, 因为没钱治病, 她只能硬扛着病痛的身体, 继续接受改造, 苏青晚年的生活也是极为凄凉的, 与已经离婚的小女儿和外孙三代人, 挤在一间只有十平米的房子里, 相依为命, 苏青因为一身的病痛缠身, 早就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 只求素死。 直到1982年12月, 苏青临终前, 心心念念地想再看一看自己的那本《结婚十年》, 毕竟那里记录着她悲惨的婚姻经历, 同时也成就了她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但遍寻各地也没能找到那本书, 最后她只能带着这个遗憾, 悄然离世, 结束雨, 让人颇有感触的是, 苏青和张爱玲两位都是当时国内文坛上的奇葩, 她们的人生轨迹是如此相似, 她们都出身于名门世家, 虽然张爱玲幼年时期失去了父母的溺爱, 她们都是早早成名, 在文学上都是出类拔萃的, 虽然她们的写作和政治无关, 却都无端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她们的名字都和汉奸纠缠在一起, 她们都有一段不幸的婚姻, 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 苏青在汪伟时期和陈公伯的关系亲近, 后来陈公伯被枪毙, 而苏青因此入狱, 解放后她写过多部剧本, 颇受欢迎,文革时期, 女遭冲击, 踢斗, 晚年穷苦, 愁烦潦倒, 纵观苏青这一生, 她在最美好的年华里, 挫嫁了一个男人, 造成了自己不幸的十年婚姻, 而她又在事业的辉煌期, 错误地靠近了一个男人, 让自己事业坍塌, 名誉扫地, 她和张爱玲本是名栋上海滩的绝代双书, 彼此欣赏, 却因为一个男人而老死不相往来, 苏青和张爱玲一样, 不遇见男人, 天下无敌, 但苏青即便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 却依然只是众生之一, 她深深地沦陷在世俗里, 生老病死爱别离, 哪一样都不得超脱。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